138 中國證券報,跟隨市場反彈基金持續增倉 2015年7月27日基金動向J06德成基金 德成基金上週消息面主要市證監會否認維穩資金的退出 以及全然國企改革頂層設計方案即將出台,市場受此提振持續反彈 走出六連陽,直到上週五才有所回落 總體上內看,意點得以持續 投資者信心有所恢復,從見初步有成 截至上週五,戶指報4070.91點,上漲2.87% 創業版指報2897.82點,上漲4.11% 盤面上,各個版塊基本全部飄紅 值得注意的是之前表現較好的通訊 農林木漁業和運輸物流表現依然不弱 以上週國企改革主題爆發,有望成為持續熱點 隨著大盤反彈,基金上週繼續增倉 加倉幅度較大的多此新基金和成長風格基金 尤其是華商旗下產品,跟隨市場反彈上週業績上漲明顯 減倉幅度較大的多為前期倉位較高 且偏新興產業投資的基金 此外不少偏債營基金上週減倉明顯 如供銀債券、銀河增利債券等減倉如10% 偏估方向基金基金加倉明顯 德成基金7月23日倉位測算數據顯示 偏估方向基金均明顯增倉 測算期間互心300指數6.34% 倉位有較明顯被動變化 扣除被動倉位變化後,倉位仍上升 轉債混合減倉明顯 債券仍未複減倉 但轉債混合減倉明顯 其他類型加倉 從規模上內看 不同規模基金均小幅加倉 中型和小型加倉近百分之二 大型基金未複加倉 減倉基金營增多數 扣除被動倉位變化後 296隻主動增倉幅度超過百分之二 173隻增倉超過百分之五 158隻基金主動減倉幅度超過百分之二 78隻減倉幅度超過百分之五 重倉基金佔比繼續明顯增加 重倉基金 倉位大於85%佔比增加3.66%至52.24% 倉位較重的基金 倉位75%至85%佔比減少百分之0.68%至7.38% 倉位中等的基金 倉位60%至75%佔比減少百分之1.69%至百分之3.46% 倉位較輕橫輕倉基金佔比減少百分之1.29% 股市經歷近一個月的恐慌性殺跌 在國家隊強烈救市下 近期展開反彈 基金倉位也隨之大增 公司方面 如七成基金公司加倉 中大型基金公司多採取加倉操作 其中 富國、惠天富、華商等加倉幅度較大 不過中小基金公司操作仍然活躍 其中 東正資管 紐銀加倉余百分之15% 中原英蛇減倉余百分之25% 英大 東海等減倉余百分之35% 德成基金認為 從近幾個交易日的兩能分析來看 市場回歸到了較正常水平 前期四千點抄底的資金仍來解套機會 短期仍有資金出逃 仍需密切關注 因此在策略上 仍然建議投資者抱最好的希望 做最壞的打算 具體操作上 以穩健為主 保證收益不會負之東流 股票營基金倉位保持在六成左右 倉位較輕的投資者可以選擇在四千點下方 逐步布局定投 分部建倉市較佳的投資方式